不动就出汗,预屏风散不是第一,这三个更全面 虚汗,倒汗,自汗都能用 说到出汗多,很多人都会想到预屏风散 但预屏风散并不是万能的 它主要的功效呢,是意气,顾表,止汗 所以说,它主要针对的是哪种出汗呢? 是气虚,未表不顾,凑理疏松的出汗 这种人呢,啥表现呢? 经常会感觉到乏力,不想动 有时候坐着不动都冒汗 不觉得热,反而觉得凉 有个变天换季呢,就感冒 舌头伸出来一看呢,舌质是蛋白的 舌苔也是蛋白的 但是出汗多呀,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情况 其他正型的预屏风散就不管用了 那今天啊,崔升就再给你分享三个更全面的 虚汗,倒汗,自汗都能用 第一个,支柏地黄丸 它主要的功效是滋阴清热 像有的人呢,是白天不明显 一到晚上睡着以后呢,就出汗 另外呢,还总是感觉口干舌道 腰膝酸软 心烦,手脚心发热 腰腿酸软无力 男性会有欲望大 但是能力下降的情况 舌头是红的,舌苔很少 这就属于是阴虚火旺 虚火破今夜外出了 可以参考这个药 第二个,祸香轻胃丸 这个药的主要功效呢,是轻中焦湿热 中焦过于湿热呢,往上欲蒸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是头上汗多 不仅头汗多 头发脸色,还爱出油 脖领子呢,总是黄黄的 嘴里发黏,食欲不好 有时候呢,胃疼,烧心 大便呢,还黏腻不好充 你看舌头舌日红,舌苔黄腻 这时候呢,祸香轻胃丸就比较适合 最后一个是生脉瘾 好多人呢,只知道生脉瘾能补身体 但是不知道它也能止汗 它主要的功效呢,是义气养阴 所以对于气阴两续的自汗倒汗 有调理作用 这种人呢,也是容易累 老是不想动,消瘦 坐着不动就出汗 或者晚上睡着了出汗 这种舌头伸出来一看呢 舌体是瘦小的,舌质红 胎也比较少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但是要提醒大家,用药一定要对症 如果你有需要,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